许了愿了,说讲太极了,不过这一段呢,我想想怎么讲,一直没想好怎么讲,怎么讲讲什么,所以这个问题呢,就到现在上台来的时候也还没想好讲什么,那得给怎么讲呢? 我想就是,通过这个讲呢,要我们大家对我们家练太极拳呢,有个比较正确点的,比较全面的认识, 第二就是呢,我们这儿练太极拳呢,就不能和普通练太极拳那么一样去练太极拳。 所以同学们可能,宋先生可能讲,老师讲,那太极拳怎么练呢,怎么那么经过,可能想,对这个具体的东西可能想多听点, 不过我觉得呢,那些具体的东西,将来我告诉大家,找几本书看看,看看书就行了。 所以我给大家讲呢,第一就先讲一下,我们为什么现在跟大家练太极拳,加太极拳那么个课。 这个问题前面讲过了,首先是因为现在形势,气功整顿,咱们现在这个专业呢, 给咱们个名称叫做,不是咱们传统体育,更不是咱们的气功, 是搞了个什么武术,啊,武术。 这就是因为现在的气功整顿的时局,时局的这么一个状况。 所以如果我们像过去那样,全面一气功的专业作为学习内容, 所以这里边就是呢,首先我们这个专业就不好保留, 这个专业就不好保留。 咱们在今天念初,就不是齐院的院长,咱们来了吗,谈了谈。 就谈了跟咱们中心,本来我说中心转轨,那是咱们这个中心转轨。 他听了个咱们这个专业转轨。 就我只是说咱们专业呢,我说加点武术课,交接太极权。 他说好好好,他就一转化,他转到这儿来了,转到这儿来了。 他们来的目的呢,也说不定是怎么回事,想干什么,想看来怎么回事啊。 所以我等于讲呢,我说我们这个班,要加上太极,原来本来就说我们的中心呢,要搞老年健身, 以太极权作为主要手段。 我说我们十字班呢,也要加太极,那好,那好。 咱们就改成,咱们就改成,咱们就转轨,咱们改成搞武术。 我说武术,我说可不能搞。 你搞成武术可不能搞。 搞成个武术的话,将来我们这个武术怎么教这些问题啊。 因为现在武术学校里边呢,也有一个特定的规定弄起来的。 当时我们讲嘛,加成一个课,改成一个课。 这从实局上来讲,不这么搞,我们专业,也就不下去。 第二呢,现在全国的气功正在整顿。 如果我们是,那这以前那样搞的法, 所以我们将来毕业之后,我们学的一些东西啊, 你就不能够直接用起来。 所以我们今天加了按摩课,加了是采集拳。 加这么两门课程呢,就为了我们从毕业之后的, 将来社会上需要的实际的情况来安排的。 大家肯定要问了,他说这个武术为什么加太极拳? 我先这就快往咱们本题的规定就是啊, 为什么加个太极拳? 为什么不加比例拳呢?高武术加比例拳吗? 现在国家的规定的拳数很多吗? 为什么加太极拳? 首先是我们国家太极拳普及的比较,这个面比较大。 国内外的太极拳的影响比较大。 国际上很多国家的话呢,都在搞太极拳了。 太极拳呢,它们要做翻译,就是音译。 你现在到外面就叫太极拳,就这样子就是。 什么叫太极拳? 叫功夫,叫功夫,叫功夫。 外国都在练太极拳。 我们国家的话呢,在全国广大区域当中, 简化太极拳呢,又是一个普及地广的。 在各地老的少女都在搞太极拳。 现在一整顿气功呢,太极拳又兴旺起来了。 现在咱们这一搞太极拳, 现在可能太极拳会更兴旺。 跟着搞太极拳了。 所以我们这儿就必须, 我们同学们学的东西, 也要会太极拳。 将来出去的时候呢, 或者辅导太极呀, 做太极辅导啊, 现在全民健身运动里边有好多的, 这不是辅导员吗,教练员吗, 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啊, 有这样的工作。 所以学了这个东西呢, 他就还可以干这个工作。 当然咱们这里边没有一个什么, 没那个教练员证。 现在咱们这个问题咱们再跟省七委, 咱们再考虑和那个七许学院, 咱们再考虑这些问题, 将来给我们什么证这些东西呢。 这是从需要上来讲的这个样子。 另外呢, 从咱们的原来的办这个班的初衷, 我们这个中专班, 原来就是搞个起工的专业办, 这个起工的中专班。 从这个起工的初衷来讲呢, 现在这个形式, 我们怎么办? 要加权, 就必须得加太极权。 因为我们智能器工呢, 它的功法渊源, 功法渊源。 太极权占了很大的比例数。 在很大程度上, 很大范围内我们智能器工, 是继承了太极权那边的很多好的东西。 你看咱们讲的身形要求, 我们引动星体, 引动星体, 我们那个动态的要求和静态的要求, 和太极权里边呢, 很多东西是, 一致的。 有的是完全一致的, 有的是基本一致的。 那天那个, 好伙伴好部长给讲的那天太极客, 我没有看, 录像我没看, 大家看了吗? 看了啊。 他都讲了点什么, 我也不知道是啊。 如果, 我们那个太极权的, 那些要求, 在看我们智能工的动工的那些内容, 基本上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加权呢, 加这个权术的内容, 就加太极权。 因为太极权它本身和起工的联系, 比较密切, 比较密切。 所以我们家的这个太极权呢, 同时呢, 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呢, 把我们练动工的, 这个内容呢, 更加丰富, 更加充实, 或者说更加满满。 因为咱们智能器工里边呢, 这个动工里边呢, 就缺了这个布, 咱们五月桩里边完全脉布, 悠悠荷布, 就这么一个脉布, 别的没有。 可怜咱们智能工的人呢, 就是呢, 他不会走路, 不会走路, 练器工不会走, 太极权呢, 简化太极权里边, 他就有走, 有前进, 有后退, 有横着走, 你看, 一个前进, 一个后退, 横着走嘛, 就完了, 云手是横着横着走的, 楼翘步是前进的, 到两红式是退着走的, 这就是步伐, 在这边去了。 另外就是呢, 所以智能工要主动运用意识, 练拳术, 你就必须要用意识, 用什么意识呢, 过去练拳讲的是, 练拳呢, 练时身旁若有人, 练那个拳的时候, 这么有人, 得有人, 你这一试, 因为拳术, 它就有体有用, 有这个姿势, 这个体用, 是在交手, 它就搞拳术, 它就要搞技技, 要打, 要打, 要攻和防, 拳术里边的有攻和防, 每一招, 每一事, 你得要想到它, 这一招是干什么的, 是攻的, 攻的人, 对方来什么东西, 你得打, 因为这个意念想, 这叫主动用意识, 和他们练拳功的, 练功的内容是一致的, 那是一致, 所以如果练拳, 你不能结合着用, 去想, 那个拳, 就没意义了, 练拳就得结合着用, 结合着用, 那这个意识, 那么去想一下, 如果你这些问题, 你想的越细致, 将来我们同学们讲这事, 现在, 将来像练拳怎么个练法, 再说那些问题, 又不是练架子, 练拳架子, 练架子练熟了, 不用想了, 练起来了, 等这个资源很熟练呢, 将来同学们就要看书, 这个姿势, 是干什么的, 是干什么的, 把动作要求, 动作这个, 动作的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 姿势要求和动作要力, 全掌握了, 很熟悉了, 你就得会懂得, 这个资源干什么的, 它的用意, 这样去学习才行, 所以这些问题呢, 我就不给同学们讲了, 讲这个问题的话呢, 讲的太多, 而且那样讲的话呢, 说真的也不是我的初衷, 也不是我的初衷, 给大家讲这些东西, 这样的同学们可以看吗呢, 买一本书, 叫太极拳, 太极拳书, 那是郭刘欣写的, 写的杨师太极拳, 杨师太极拳, 会在那, 你们可以同学们, 他那书里的话呢, 有杨师太极拳, 他下来, 他每一招, 是干什么, 动作解释, 干什么使唤的, 有那个东西, 回头那个呢, 翻当放了架, 同学在书店找下, 再买一下, 再买一下, 回头我再把那本书, 给你们, 给你们, 名字给你们写上, 所以这个东西, 同学们自己看, 要自己看, 所以我跟同学们讲呢, 就不是讲这些, 就不是讲这些, 讲清了我们家太极拳, 就跟俊仁工的, 冤阳关系, 很密切, 那方内讲这块, 从我们的练拳的, 这种基本要件上, 是一致的, 另外就是呢, 这个理论, 太极拳的理论, 它和俊仁工的理论, 一个源源关系, 因为太极拳, 从它本身, 就是理论立在太极上, 理论就立在太极上, 太极的理论, 咱们在讲整体观的时候讲了嘛, 儒家讲, 无极生太极, 太极生两仪, 两仪四项, 四项八卦, 道家是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一学嘛, 就是呢, 就是从太极, 太极辽阔, 召集化缘, 召集化缘, 然后呢, 然后就五蕴七星, 万物生起来, 这都是古典的整体观, 应该说太极这个观点, 从气功里面来说, 比较早, 比较早, 因为太极, 从气功来讲, 这基本是个气, 但是从中国的古典的学说呢, 创太极的, 周敦仪他讲太极的时候呢, 他就还没有完全讲气, 以后的话呢, 慢慢发展出来太极, 从理气学说, 到了宋朝的理学嘛, 从理气学说, 理和气, 实际化我们从气功来讲, 太极是个气, 是个元气的地方, 因为当时的宋明理学这个问题呢, 因为他们是, 也练功, 练得不是那么深, 所以这种体会就不够, 所以讲那个, 无极是个理, 太极是个气, 太极是个气, 但是气和理之间怎么关系, 也还不清楚, 所以以后太极上的理气学说, 理气学说, 这个理气学说呢, 从宋朝之后,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 站了很重要的地理, 以后医学啊, 气功啊, 一部分气功啊, 都从理气学说, 最后才给理论基础了, 而我们智能气功的后元气理论呢, 它也继承了, 传统的元气学说, 道的学说, 道的学说, 基础这些东西, 所以这样这个, 从理来讲是一致的, 而且从这个理来制造练功, 传统传统气功也好, 真正的太极也好, 基本就讲一个元和空, 讲个元和空, 好多门牌讲嘛, 就是向天则地, 元空发生嘛, 这个天是元, 像那个天, 地是方的, 天是阳, 地是阴, 一说天地, 就是阴阳, 阴阳好带一起成为太极, 向天则地, 元空发生, 太极, 它无非就是一个这个样子啊, 一个圈, 这就是个太极, 它可以, 基本还剩一串啊, 一个圈, 一个圈, 所以这个圈, 从外面看, 这是有形的, 这个太极的一个圈, 从外面看是有形的, 从里面看是空的, 从太极这个理呀, 从太极, 从过去的太极的理气来讲, 大家看呢, 这个根本的道理, 化成气, 化成气, 可是从气功就不是这么讲了, 从性能讲的块, 从全数也好, 从气功一讲, 这个太极就是一个气, 这个气, 这个气是个圆, 一个太极是个圆, 有那个圆形, 它就这个圈, 就这个东西, 这是个实的, 里面是个虚的, 这是个虚的, 所以它那太极, 就一个圆, 一个空, 但是这一点的太极, 能这么去理解吗, 就不能这样去理解, 一这样理解, 就把太极歪曲了, 就把太极歪曲了, 是这个圆, 有形, 所以这个实, 根据实在哪呢, 它这个实, 就是这个实在有形的东西, 它是有形而无实, 它是有形, 它就是不实, 有形而虚, 实而虚的, 里面那个空, 空又不是什么都没有, 不是空空荡荡, 就是这个气, 那个气是虚而实的, 所以太极这么一虚一实, 虚实交应, 互相在它里面在起作用, 就讲这个问题, 所以太极本身呢, 它就是讲的是这个气, 就是这个气, 如果这个气有个形体, 这个圆子, 它有个边界, 这个圈, 那个圈外面, 这个圆, 圆子就能够动, 这个圆呢, 就很活泼, 很好动, 方的就不好动, 方的一放, 推推不动, 圆的又一动, 一碰就动, 非常活泼, 所以要讲太极呢, 太极它非常好动, 不好听, 不好听, 这太极这个圆呢, 它有一个用处, 再一个用处就是什么呢, 圆, 它这个体积最大, 体积能够融, 能融东西, 融些东西的, 是圆的东西, 都能用, 一说太极的时候呢, 一画画这个圈, 是个平面的, 大家要注意, 对太极这个圆, 不能领会成一个平面的圆, 而是一个球体的圆, 是个球, 一个圆是个球, 是个体, 它是一个体, 任何一个太极的话, 它是个体, 是圆球球, 圆球, 所以一个圆球嘛, 周围几个边, 有那个边, 这个太极, 就是这个太极, 有这个球里面, 有这个气, 这个气里面, 这个虚的东西, 所以如果我们, 对这个太极, 这么去领会, 是这么个中性, 无形无相的东西, 但是不是什么都没有, 那么叫做浑源气, 在原来说太极, 就是元气, 我们智能工, 就是这个浑源气, 浑源气, 所以古人说, 用太极这个东西, 尤其从全数来讲, 就是体会, 标的那个实, 实而不实, 实而空, 里面这个虚, 世间间的话呢, 过去讲啊, 里面这个风啊, 这它是个真正的实, 真正里边这个空的东西啊, 这它叫个实, 外面这个圈叫做空, 这个圈叫个空, 里面这个实, 这么这么算, 就是这个圈, 这个空和这个实, 两者交替变化, 这些太极的妙用, 这些太极妙用, 练太极拳呢, 就练这个东西, 练太极, 我们人是一个太极, 移动做的圆是太极, 移动的这个圆, 一个圆, 走这个背, 有形体是个太极, 但这个太极是有形的, 有形它要虚, 它要虚, 一帮劲儿实就坏了, 得虚, 可里面这个球, 里面这个气, 这是个实, 这是个实, 这里拿着个气是实, 气得充斥着, 这就是如果从练权的一件好, 这个练太极拳呢, 总得有气, 总得想着这个气才行, 所以练太极, 练太极就练个气, 就练个气, 通过这个形体, 来练这个气, 就练气了, 如果练太极不练气, 那就柔软体操, 就不是全柔软体操, 它很软, 很软, 这成为气操了, 所以这个练太极, 这个太极的名, 就叫这个东西, 虚实变化, 空能容能变, 所以太极本身就是有原空发生, 原和空, 就有生化, 有变化, 所以这一切, 从古人, 太极理和气来讲, 从古人讲, 无极就是个理, 就是个道理, 有这个理能生出气来, 但是我们俊仁工就不这么讲了, 不是那么讲法, 所以古人就这么讲的, 虚和实, 要进而起变化, 所以从太极, 它这个道理来讲, 是这个意思, 和我们俊仁工的理论, 火源气理论, 火源气, 这个火源气, 无形无相, 在人体里边, 开口出入聚算化, 可是太极就不这么讲了, 它讲一动一径, 一开一合, 就讲这些问题, 一动一径, 一开一合, 它这个气的变化呢, 就从练太极圈这个动作, 能把这个气练出来, 就从太极圈, 从这个理论来讲, 是这个理论, 因为太极圈呢, 现在社会上搞全数研究的, 都在考察, 太极圈到底是谁闯的, 谁编创的, 现在还争论不休, 现在通过武术界里边来讲嘛, 前些年, 这几十年嘛, 那解放前后几十年, 最后呢, 十数圈为他们定的, 是河南陈介沟, 陈王庭创的太极圈, 现在十数学, 全数学也有不同意见, 因为那个陈王庭, 他创的, 他写那个太极圈, 他写那个圈经里边, 第一, 他没叫太极, 另外他写的创圈的话呢, 他根据什么, 他主要根据《荒庭经》来编创的圈, 他那时候, 他那个圈记得很久, 他不是说《荒庭经》吗, 他有时候闷来创圈, 在背着一本荒庭, 背着一本荒庭, 这太极圈呢, 不应该是《荒庭经》做决创思想的呀, 这个是太极图做决创思想啊, 太极圈是圈团那么过来的呀, 所以他以前不叫太极圈, 只汪宗悦写了《太极圈论》之后, 咱妈妈他叫了太极圈了, 因为圈圈是没叫太极圈, 不叫太极圈, 所以这里边我们讲的话, 真叫太极, 用太极理论做指导, 指导权的, 因为从国内影响比较大, 是从汪宗悦, 当然不是汪宗悦创太极圈, 是这个太极, 用太极理论来指导太极圈, 汪宗悦的太极圈论, 是起了很大作用, 至于说, 有人说是张三峰创的, 现在不再否定了, 否定的道理我看了看也不充分, 当然我也没找到材料, 证明是张三峰创的, 我也找不到这个材料, 找不到这个材料。 张三峰他自己是写的日行千里, 日行千里, 这是有记载, 这是有记载, 没说到史书上没得创权, 没得创权, 但是有的叔叔呢, 他教了权数, 教了权数。 我们就不管那是什么吧, 不管谁闯的, 反正权数拿太极圈, 拿太极这个理论, 来指导这个权的, 汪宗悦的太极圈论, 起了很大作用。 所以现在打的太极圈呢, 陈氏太极圈, 好多地方也是用太极理论做指导, 太极理论做指导, 其他的各门圈呢, 杨氏的, 吴氏的, 吴氏的, 孙氏的, 都是用太极理论做指导的, 所以现在太极圈呢, 基本是以太极理论来做指导, 而太极理论就是, 实际上是太极理论就是元气学说, 内在的真气, 元气, 正气, 真气, 都是他, 所以这样就是, 这也是我们要来加太极圈的一个理论缘故, 从理论上, 我们火源正气理论, 有个源源关系, 有个源源关系, 然后从体用上来讲, 它体用, 它一太极的根据, 最后你体用, 我感觉不太强, 它以前讲的走弧形, 走弧形, 走弧形圆嘛, 走弧形圆嘛, 走圈, 走圈, 所以在这个方面, 它是跟正能工的这个理论, 是一致的, 就是我们为什么加太极拳, 兼太极拳, 不用别的拳术, 其实呢, 最近我也翻了翻好多的拳术啊, 拳术里边现在好多东西, 有好多人是一致的, 太极拳里边讲, 蝉思进, 蝉思进是太极拳的一个根本特征, 我看了看, 好多拳术里边是八卦拳, 行义拳, 你这边也都讲各位在转, 在转就是, 这支部叫蝉思进, 叫蝉思进, 不在这一点上, 应该是说呢, 太极拳, 他是讲的比较细致点, 陈家全面不讲蝉思进, 蝉的蝉思, 逆蝉思顺蝉思, 后人们呢, 就感觉着螺旋进, 和抽丝进, 所以这里边就是呢, 要走, 要走弧形, 要走弧形, 所以陈家讲蝉思, 要正蝉思, 这就是往外, 大木拳往外一翻, 叫正蝉思, 大木拳往外一扣, 叫你蝉思, 这是蝉思的, 可是他行义拳的话, 也讲滚翻呢, 要滚要翻呢, 钻圈要钻呢, 要钻呢, 八卦拳叫滚, 八卦拳叫滚, 行义拳叫钻, 叫钻, 滚钻乐翻, 它都是胳膊要转, 要转, 一转的话, 一动的话, 这就是蝉思了嘛, 可是他以前的那些看书呢, 有的书是写螺旋进, 有的书是写蝉思进, 不是冲丝进, 这个问题就是呢, 蝉思进, 这么三个名词, 蝉思进是个总的, 它就这么翻过来, 这么的叫做正蝉思, 这么的逆蝉思, 胳膊上的蝉思, 腿成蝉思, 腰成蝉思, 螺旋进和抽丝进, 就是不能那么随便叫的, 书上的话呢, 没有人来给下定义, 我在六十年的练拳的时候呢, 我琢磨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呢, 我又跟老师交换个意见, 螺旋什么呢, 螺旋是往前进的时候转圈, 往前进去转圈, 这有力量往前钻, 这样转, 往前进, 这个转, 这个蝉思, 叫做螺旋, 螺旋, 这个螺旋的话, 这个螺丝的话, 你看往里面拧, 你在时间按着, 往里面钻啊, 螺旋进, 螺旋进是一个钻的, 往前, 这么钻也行, 这么钻也行, 往前带着劲, 往前去, 叫做螺旋, 往回抽, 叫做抽丝, 往回一带的时候, 胳膊一转, 这么转也行, 这么转也行, 叫做抽丝, 你看抽丝的时候, 那个丝啊, 你这么直的抽, 它就容易断, 把那个丝拧着, 把那个丝的话呢, 这么一转的, 一边捏, 往后一抽, 那个丝就不容易断, 所以抽丝进嘛, 就把那个丝的话, 几根丝一年, 把它捻成一股, 一捻成一股的, 往后一抽, 这么粘粘粘粘的, 往回抽, 你看仿线的时候, 那个仿线, 这个仿线, 你仿的会儿, 它那个钉, 它这转呢, 转这个棉花, 它往往拉开, 这样咕唠, 往往往这么转, 它在这转, 它的那个线上的咬紧, 就断了, 你这么硬抽, 就断了, 抽丝进的话, 是往回抽的时候, 螺旋连往前拧着转 进入螺旋退入抽丝 这个时候当时我在五十年代练拳 体会跟老师讲的一个问题 就是禁止螺旋进退出抽丝禁 从太义拳来说应该是这么来讲的 当然别的拳的话就是呢 也讲转 也讲转 行一拳那一钻拳 这一钻这一打 这一打这一打 这一起往往一钻 这不就是也在转吗 你要打那个 打那个崩拳的时候呢 就有些这么转 就是这么转啊 就是这么转啊 就是这么转的 就是这么转的 也在转呢 这好多拳也都在转 但是怎么样呢 太极拳讲的多一点 它就能从太极理论 来讲起这个问题来 所以这个呢 这个太极拳 它用太极理论 来阐述它的道理 来指导它的体和用 而这一切 和我们智能工的 和工法主张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这里我们为什么要练太极拳 练太极拳 另外就是呢 太极拳 练拳的时候 总的要求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要这个气要贴于极 气要贴在极能上来 这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呢 太极拳 挤药里边 洗完极拳功能贴 这对我们智能工呢 也是很关键的 可是我们智能工呢 我们这个工法里边 没注意这个问题 我们的战装里边 三一名战装 要搞松腰 我们就也没有去 多去主意这个问题 我们尽管讲过 佛生讲过 医生被武功 就起贴于己 这个问题 没得很强调它 而他已经非常强调这个问题 当时我为什么没有强调它 为什么没有强调它 为什么没有强调它 起贴于极 因为咱们智能工 叫活源器 要周深呢 要充斥周深呢 但是这个起贴于极 通过咱们这些年呢 咱们智能工搞起来 快二十年了 最近一副那个 要给大家讲太义圈理论 我们要把太义圈 有个材料翻一翻 作为基础 作为练功的机构来说 还是不可后悔的 还是不可后悔的 所以我们以前就是呢 讲 从事全身 当中这个主干 我们也强调它 所以将来我们在 以后再 我们再也搞 技能工的话 这个你还得再变一变 还得再变一变 因为最近说 要给同学们讲课嘛 加太义圈嘛 就说了好几个月了 两三个月了 我也还得练呢 再体会体会 因为我最近几年 我练功练得很少啊 太义圈从七十年代 从七三年之后嘛 就没再练 七三年以后太义圈 一直没有练 所以现在 你再比活比活 也练一练 有些东西还得是呢 还是 对于整个我们 基本功来说 还是比较重要 比较重要 要搞起天狱级 怎么去天狱级 这样我给同学们讲 专门讲方法 去天狱级 因为我们一开始的话呢 就连三线米卵装 手足齐 那个球上一扣 走火焰窍 这种扣 怎么就能够不像 不练夏天 只练中上二天 这有它的好处 那看来的话呢 也有还有点不足 不足 说不定太义圈呢 我这个同学 不讲别的 不讲别的 就是个起天狱级 这一点 那就是 就跟他们这种功能 有个不足 给补上了 给它补上 那给它补上 就那个使得 我们进来练功的话呢 练功更快一点 练功更快一点 这里说 补充我们技能功的不足 是技能功更加圆 圆满完善的 这里为什么练太极拳 给同学们 这么 讲这么多 下面就讲一讲嘛 太极拳 说个太极 我们练太极拳 我们应该练什么 太极拳练什么 第二个 你给大家分享 练太极拳 练什么 太极拳呢 一个时候叫太极学 叫太极学 这个一门学们 我们同学们 千千万万 不要把练太极拳 做个拳术来对待 他看到有个太极学 这里边包括太极拳 太极拳 太极弓 太极道 因为我在谈武术的时候 我曾跟有个人谈过这个问题 武术 这个叫做 这门学问 是一门学问 一般是练武术 对 觉得很狭隘 你说武 就是一门学问 又叫武学 我在96年去台湾的时候 台湾大学 他们是他们的体育系 而不是国术系 那是国术系 让我去跟他们讲 给我出了个题目 叫气功和武术的关系 我说我可别碰着武术 因为武术界 你又一讲武术 就干这个 就在比一比 谁行 谁行 所以青少人 到了台湾群里 讲武术的 就来那给你比一比 怎么办 我那 我觉得 给我出了个题 让我上台讲了 我这人的话 上台来给 上台给钱 给了个题 讲气功和武术的关系 你怎么讲啊 我讲 我说我是搞气功的 不是搞武术的 所以没法讲 气功和武术的关系 因为武术证明学问 太深奥了 我说据我了解 他有包括武术 武功 武道 通称为武学 当然武学里还包括 阵法 用兵 从武术证明讲 这个武术的武学 包括武术 武功 和武道 所以武术证明 从招式练起来的 就是拳 一招一拭 讲击击 讲招数 就是拳 武功呢 从气上练起来的 讲功夫 内功 以内气为主练的 而后用到招式上去 就成为武功 武道呢 就从这个道学研究 叫成仙 就叫做的 从武道通仙道 就这个意思 武术就是如此 太极拳做个拳术 它也是 这么三个层次 有太极拳 太极弓 太极道 所以太极拳呢 像我们现在练太极拳 就是太极拳 从太极拳来练起来的 从一招一拾 就没练起来 它也要从 既要健身 更主要的太极拳 还要搞技技 一般的练太极拳 太极拳全入 不论哪一架都是一样 所以分析要盘架子 打架子 姿势 一般的太极拳 我们给试证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要学姿势 给你讲哪个姿势 怎么做 身心的基本要求 这要老师比较好的 喜欢教的 就这么讲 现在教讲话太极拳的话 老师们都这么讲 这些姿势 姿势动作要领 出的书 也都这么写的 姿势要求动作要领 一招一拾 比起来 手怎么着 腿怎么着 身躯干怎么着 怎么动作 在第一个阶段 把这个动作熟悉起来 动作熟悉起来 动作要求 到了第二个阶段呢 就不是这样子 等熟悉了 那就不能是 广做动作了 就加意念 除有这些有意念的 意念活动了 所以这个意念活动 意念活动 就是 意念活动 就得把这个意念 意念和这个动作 结合到一起 所以这个意念呢 就包括这个体和用 这一招 是干什么的 是打人的 是防人的 是怎么做的 这个时候一出去 是干什么的 回来是干什么的 这加意念了 到了第三阶段呢 就需要认真体会了 体会里边的变化 一动一招一拾 里边什么样子 一般练拳嘛 就要这么去练 就这么去练 这太极拳 太极拳嘛 当然他以前以后 自己练通了以后 还要再练吹手 这要继继去了 要搞继继去 或者我们在 或者在讲 这些同学们在讲什么 讲那个一些 一些古典的东西 什么十三世这个问题 在讲那些问题 太极拳是这么个练法 这么三个阶段 但是太极拳的要灵 要点 好多书讲话也不一样 这个书这么讲 这么几点 那书那么讲几点 又讲几点 全是太极拳 讲了十三点 古六系列民也讲了十三点 有的写了十点 有的写了十点 有的写了六点 那情况不完全一样 这个情况我这儿不多讲这些问题 不专门今天不讲这些问题 讲了以后讲不讲 也许不讲 也许不讲 这样从你们看个书就行了 因为咱们那个 形体动作要求 我们说不定的东西 拿到太极拳里面来讲的话 基本上都适用 太极拳和太极拳就不一样了 太极拳是从战装练气入手 先练气 先练气 练气里面包括练呼吸 而真正的太极拳 真正太极拳 可能我怎么讲呢 现在就是太极拳界 可能就 就是有意见了 真正的太极拳是通过太极弓 练之后内气发动 出自发弓 自发弓 变化起来 太极 内太极移动它 也称为是 里面内气移动 称为太极出现 叫开太极 太极开起来 里面内气移动起来了 里面移动 身体又动起来 动动动了 慢慢慢慢地走向地 打出动作来 来通 通身体的 形体 躯干 经络 与内脏 还包括内脏的神经 在通什么地方 它会一定的动作 一定的动作 连这个动作 它基本上都是 都是往复循环的 这自发弓 这自发弓的话 给它 这个起来 真正太极 真太极 现在我们的太极拳 这个姿势的话呢 那就是呢 它功力后 它练的 它定的形 先教这个东西 原来太极拳的 什么一百丁八十啊 什么几十几十啊 它是定了这东西 真正太极化呢 太极弓一动 太极动起来 把内气动起来 那个就是呢 这个咱们过去 智能工讲 咱们讲整齐性 讲整齐性的时候 有神气统一于行 有神行统一于气 这个太极拳的自发弓 就是神和行统一于气 从气来入手 这太极弓 太极道呢 从意识上入手的 意识更无形 从意识上入手的 所以我们这一次 练太极拳的话 练什么呢 应该是呢 太极拳和太极弓 这么同时练 要以太极弓为主 以太极弓为主 所以今天我给同学们讲呢 就和一般的强带 讲的话不一样了 一般的讲 我们同学还没刚才 刚练 讲这个东西 咱们智能工呢 都是先从根本理论讲起来 先难而后易 讲理论 理论听得很难 掌握了理论 再去实践 就会容易 掌握了理论 就会容易 一开始讲那么多理论呢 不过现在还好 同学们现在 那个太极弓学过了 太极弓学过了 有的人也可能还看了点材料 还看了点材料 看看书 但同学们有什么书啊 哪本书啊 这那个普吉教材 普吉教材里边看了 那边有那个太极全顿 还有那个十三十歌是吧 有那个 你们那个歌和太极全顿 你们都看了吗 没看呢 也好 你们考试这个地方是 如果不考试的话 我就批评了 学到那个最基本经典 不看还行啊 可是你们现在考试呢 考试嘛 这个有缘的 所以像这些问题 也就是呢 这些问题 我们智能工搞起来 就是呢 一个搞学问搞起来的 不是从一个简单 一个方法 一个数搞起来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 太极弓 以此为主 然后练拳 然后练拳 所以这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 所以绝对不能 同学们一下子 要死到那个 姿势里边去 一招一招里边去 他说啊 这我还好了 我们可以不练姿势了 不练姿势练什么 不练姿势也不行 但是有一个 那个在这核心和灵魂 那个核心和灵魂 就是咱们练 太极拳呢 要在太极拳的根本宗旨 根本宗旨 太极拳不是积极 太极的根本宗旨 不是积极 可是呢 我们现在各派太极拳 都在搞积极 而且把汪宗越的太极拳论 就有这个推手的著作 就是我讲有点不才茂密 我不是搞武术的 我这不应该瞎说这个话 就是 把汪宗越的太极拳论 当这个推手的著作 就把这个拳论 局限化了 而且把他这会儿呢 简单化了 把他很精华的东西丢了 说你方和明 你也不练太极拳 你也没琢磨过太极拳 你现在敢说这个话 我在练太极拳的时候呢 我就有这个想法 最近我要给同学们讲课 我要翻材料 看材料 一边翻 一边看 一边体会 我觉得 我在六十年的练太极拳 那我想法 我就是有道理 是有道理 太极拳的根本宗旨 是养生 是一所言念 是养生 是一所言念 所以我们练功 要从这个高度去练 从太极过程练起来 因为现在要符合事后需要 要练个拳术 要练拳术 但根本是练 练什么呢 根本是练这个太极拳 他帮他给你这么讲 有根据的用啊 你这么说就完了 所以我这次给他出名讲课呢 不是讲一般的 是讲经典 讲经典 讲经典 其中一个经典呢 这个同学们讲十三十个 讲十三十个 当然有的时候呢 把十三十个和那个太极拳论 那个 那我这句叫太极拳论了 我们还是把它分开 因为像人不一样 所以今天我得给同学们 这咱们就是 下面就讲这个歌 讲这个歌 你们书本有 就那是 十三总是莫清是 命以冤头再妖西 就是那个歌 最后就是歌戏 歌戏歌戏白四十 歌戏歌戏白四十 字之间就那根 一共是一百多个字 讲那个东西 因为你们没有看嘛 有些可能看嘛 不管你们看不看 我先给你们念一遍再说 就是啊 这太极拳歌 太极拳嘛 太极拳嘛 太极拳叫十三式 这你们都知道 十三式 彭履于极岸 采列周考 前进后退 左股右盼终定 管这个情况 叫十三式 太极拳的根本 就叫十三个姿势 十三个姿势 十三总是 莫清是 命以冤头再妖西 变转虚实虚留意 气变身去不少致 境中触动动油镜 因敌变化是神奇 世事亏信虚留意 得来不绝费功夫 刻刻溜信在腰间 腹内松静气腾然 为礼中正神灌顶 满身倾力顶头拳 仔细溜信向推求 屈肾开合挺自由 入门掩路虚口寿 功夫乌系法自修 若言体用何为准 义取今来骨肉沉 想推用意中和赞 一手烟念不老春 歌系歌系白四时 字字真切亦无疑 若不向此催求去 狂吠功夫一叹息 总歌就那么个歌 这个歌是谁做的 是谁做的 不知道是谁做的 有人说是张三丰做的 陈家强就说是亲王庭做的 翻斗湾自己掏上栏 说是主张张三丰这一派的 就是张三丰做的 主张亲王庭一派 就是亲王庭做的 不过我觉得这个歌 不是全王庭做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一个圈经歌 他那个圈经歌跟这个内容 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他那有个圈经歌 他那个圈经歌是 这是圈经总官 这是陈王庭 他做的 就是纵放 圈身人墨之 主靠掺柔 我建议 批打推呀 得进步 班阁横踩也难敌 勾棚 逼尘人人小 闪经取巧 有谁知 阳熟炸走 谁云半 引药灰虫 聚圣归 滚酸 搭扫 零微妙 横置 劈砍 齐更齐 捷进 折篮 穿心轴 应奉 接步 红炮锤 二换扫 扫牙 挂面脚 左右 边际 装 装跟随 截前 押后 无缝锁 声东 机器要舒适 上龙下提 均需记 进攻 闪退 抹医 藏头盖面 天下游 关心 躲歇 世间西 交时不时 此中理 南疆武艺 论高精 他这里边说呢 万疆搞得这个打 这个打 所以那个就是 太极圈的杆里边呢 就不一样了 就不是 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太极圈杆里边 咱们现在就开始讲它了 这个太极圈杆了 这里边 一共这么多 这么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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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哥里边 我要认为是呢 它不跟一块下来的 它是几段 是几段 第一段呢 第一段 这时段总是莫轻视 命于源头带游戏 变换虚视 虚留意 欺骗神奇不少志 镜中触动动油镜 因敌变化 使神奇 再这样 如果是 如果那个运来讲 一个事实尊性 亏用意 亏用意 得来不就回功夫 这是第一段 这是个总的 总的说的 这是总的说的 可是运 也是一个运 这是一段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十三总是莫轻视 就是彭吕 己案 采列周靠 前进后退 左顾右盼中定 这是你要练功夫 这个架子 这个姿势 这些姿势 实际上什么就都包括了 要用的东西 都在里边了 第一鹏 你们那台讲了 什么叫鹏 各位一民 胡锅向上 各位平放着 这是个弹簧劲 这弹簧劲 既可以往前攻 也可以挽回手 是弹簧劲 要有这个支撑力 这个鹏劲 驴再两个手 两个手合起来 往下捋下来 往下捋这么捋过来 鹏可以前进打人 也可以往外弹 来推你 还可以防 这个驴就破人 驴 挤 挤在手背 这儿搭个 完全挤出去 按 完全推出去 一合一按 推出去 财 上和下个财 猎是横着的 轴是这个狗 靠是肩膀 是肩背 胯 都可以靠 这给你几个劲 你反正要再用 用到武功上去 你没别的了 你还有什么别的东西 你想去 没别的东西了 上的 下的 横的 前进的 前进的 回来的 这个 这么出去的 这么出去的 都 都有 还有什么 就这么多东西了 不要轻轻 所有的动作里面 都从这里出来的 步子 前进 后退 左面 右边 硬住 当中 你没别的东西了 都包括了 你只要练动功 就从这里面 演化出来的东西 这变化 变化的方法不一样 灵巧不一样 组织的一个变化 手掌 拳 板拳 板拳 什么这个掌 这个掌 那个掌 你翻 你翻这个掌 的名称不一样 直 搓的 勾的 你翻 你签着翻译 这个东西 变不了样子了 都包括在里面了 这个 姿势 这个样子 最重要的东西 但最关键 在哪 命一渊头 在腰西 这个姿势 不要轻视它 就是命一渊头 在腰西 这句话 是全哥的关键 全套哥子的关键 所以命一渊头 在腰西 按摩 有点不需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一般的説是在腰穢,一般的説是在腰穢。 這句話一般的解釋太極拳,怎麼解釋呢? 命運在腰穢,意念要注意腰的地方,怎麼解釋對不對呢?不能算錯,不能算錯。 那太極拳的關鍵在腰嗎?在腰嗎? 但是如果能解釋命運源頭在腰穢,就不夠了。 因為太極拳它是用太極理論,理氣學說,性命這個理論, 太極拳講性命,這個理氣學講性命的性理啊。 整個意念注意腰的地方就不夠了。 這腰穢就更大了,腰那一片。 這應該是什麼意思呢? 腰穢,是腰那個骨頭當中那個縫隙,就是命沒血。 第二腰椎,第三腰椎之間。 哪個地方,是為了命門, 源起發生的地方,咱們在講火炎真替理論的時候,火炎生死, 不就在那個量身中間嗎? 火炎真替理論講了嗎? 還沒講呢啊。 咱們講火炎真替理論,講火炎真替理論的時候, 在那個人體裡邊發生真氣,人體先天的氣, 它那個氣場,在那個肚臍後面兩個腎當中, 在那個地方,它那個先天氣的氣場, 我們後天的氣到那裡去以後, 它把它加上先天的氣, 跟它混合起來,變成人體生命的整體性。 原來整體性的氣,就在那個命門那一塊。 所以,命以源頭在夭西什麼意思呢? 我們人的,這個命,在性理學說裡邊就是呢? 它就是, 是。 是 而气是命来 神是性 也就是意是性 就是气是命 神是性 神意 使 心 都是 和性 是一个东西 你说这个命 就是气 性 就是神 就是神意 就是命 意源头在妖息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人的气 和人的这个精神 在这个 叫这个神意 它那个根源 在那个妖息呢 根源在妖息呢 在那个命名呢 所以你练太 集权皆是